今天的热点透视带您聚焦 最近像是外送还有酒后代驾等类型的代客服务工作越来越夯了 许多的求职者跃跃欲试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工时弹性自由可以兼职 入门的门槛也比较低 而且每个月只要多跑几趟 无论是美食外送或者是酒后代驾 这个月薪平均都有5到6万元 看似行情蛮高的 但其实必须要忍受风吹日晒雨淋 有的时候乘客还会喝酒 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连用餐时间以及生活作息 都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成为这样职业背后的隐藏风险 深夜KTV门口好几位代理驾驶排排站 等着载客回家 像这样从事代劳服务工作的还有他们 不论雨天晴天使命必达 宅经济发酵也带动美食外送服务崛起 无论是外送还是代驾服务 这类型工作因为工时自由又可以兼职 加上入行门槛较低 吸引越来越多求职者越越欲试 两种行业比一比 美食外送工作的热门时段 大多集中在中餐及晚餐时间 每天趟数约20到30趟 月薪约5万元 酒后代驾则是深夜到凌晨出勤 每天跑4到8趟月薪落在6万元左右 虽然薪资行情高 但科不是人人都适合 因为工作时除了得掌握路况 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之外 还得忍受日晒雨淋及喝酒乘客的突发状况 甚至连用餐时间及生活作息 都可能与一般人不同 白天黑夜代劳部队 有机会拼高薪 但求职者挑战前恐怕还是得先评估 能否承担伴随而来的工作奉献 就你吸取中文台不得